其實MIRROR幾位填的時候 都有很特別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做歌的自由度很大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非常製作的 大家追求的是那首歌本身的獨特性 我覺得這個年代 大家追求的是你這首是情歌 但是背後說了些甚麼呢 譬如張宜軒首《超郎君》 他是說了兩個人的關係 但是背後說了些甚麼呢 每一首歌表面和內裡 都可能有些更深層次的意思想說 大家都追求這些東西 究竟這代人怎樣表達他們的愛意呢 其實可能很多時候都是用手勢 用emoji 用一些最簡單的語句 透過相片 所以我這個情人節的裝置 類似展覽 但其實主要是給別人拍照的 主要做這件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其實歌詞 那個展示的面向 不單止只可以在音樂上 我喜歡度身訂造吧 我喜歡…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紀錄別人的事的人 如果歌詞能夠紀錄他們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用我的文字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 他說他的價值 或者他說一些經歷給我 而我消化完之後 我整合出我自己的一些合約的東西 放進歌詞裡 他都覺得是好的 大家就有那個火花 這些才是一起創作 其實MIRROR幾位填的時候 都有很特別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做歌的自由度很大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非常提供的 因為他… 因為可能不同的因素 令到Anson Lo就會被網上攻擊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別人跟你沒有仇無恨 為什麼你要去傷害別人 你不知道這句話 會影響到別人的熱心 所以我就寫了Eagle這份歌詞 那黑之呼吸就不用說了 就是Anson Kong 就是黑面事件 我覺得情緒是沒有必要被批鬥的 就是我不開心 我為什麼要跟你交代 為什麼要被你罵呢 搞不懂就是寫給Ian的 就是他成長的心路歷程 都是很多溝通之下得出來的 其實每一首都很深刻 因為不是每一個歌手 都給你很多時間 跟他們聊天 尤其是他們這麼忙 大紅人 但是都願意跟你去有很多交流 我覺得是很… 很… 對音樂是一個尊敬 就是他寫之前 願意將自己的心聲說給你聽 對 因為譬如Anson Kong 是我見過其中一個最善良 最單純的人 這個世界上 譬如我在黑之呼吸 我問你有什麼不開心 他自己說三個小時 說完給我聽我就寫了 我也不想問他問題 他願意將… 其實只要他相信你 他願意將心聲100% 無緣無故地告訴你 我會成熟 我會成熟 並未忘通 我搞不懂 我都… 如果搞不懂來說 我想都要感謝Ian 因為他都很信任 那我的信任就是要感謝AK 就是來自他 黑之呼吸 Ian很喜歡 那… 又是AK介紹 可能大家吃過飯 我們才相認 才知道原來你是中學 小學都可以同一間 即是搞不懂這首歌的時候 我想他都覺得要將自己的心事 說給田辭人聽 才可以做到最… Tailer-Made的作品 所以他都錄了很多的音樂錄給我 我又去泰拳了 好想急如濫風 所以才奮起了 感到很必逃 我很想做到的事 就是除了他 完全只是給Ian之外 亦都是大眾有共鳴的 而其實成長 這回事 大家都有一樣的煩惱 寫Call My Name的時候 監製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因為… 因為他們真的是一個 很公平的機制 我寫的時候 我連組合名字都不知道 我首先要寫著一稿 那一稿就是 我覺得女團唱這些 聽完曲之後 好了 這一稿寫好了 我已經結束了比賽 就得知資訊就是 大概有什麼人 我就說 好了 改一稿 整份重新改一個稿 知道了他們的名字 當然要改一轉 因為Call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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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有這個元素 所以又要倒閉一轉 然後… 可能倒閉不錄 這首都可能寫過最久的歌 但是最後出來的成品 不論是他們唱 或者整個出到你的氣氛 我都覺得… 都覺得是挺適合作為第一首 我都沒有想過自己這麼喜歡 因為他的滿足感來得很快 我是一個很喜歡滿足感的人 有些人會很快地 生存的希望 即是… 即是當你看很多新聞 有很多人覺得很絕望的時候 我很想告訴別人知道 究竟為何要生存下去 其中一首歌是 林奕康的解答 就是一個解答 就是我寫了這麼… 寫了這幾年的歌詞 其中一個我整合了 一個里程碑 在這首歌上 就是我覺得 無論你有沒有達成你的夢想 可能你覺得你這個人已經絕望了 即是我什麼都沒有了 即是身邊沒有所有人 我沒有事業 沒有錢 沒有愛情 沒有工作 我幹嘛要生存下去 但你不知道 你在IG上發個訊息給我 令到我寫得下去 然後幫到其他人 那個有力的位置就在你 即是… 那個陪伴和承傳很重要 我就覺得是生存下去的重要性 譬如… 《程健安的重生》 這首作品 這首作品是在社會 和我自己的情緒低谷 都是因為社會 社會就陷入了低谷 那時候就寫了這首作品 但誰知道 就被當時的某些新聞片段 拿出來做背景音樂 背景的歌 然後我在YouTube看留言 原來有很多人為這首歌 對他給了很多力量 每天看一個留言 反過來給我一個力量 我寫下去 即是… 大家都是互相幫助 記得按下一個小鐘 謝謝 �鍋